大家好,不是萌不過江,不是蒸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今天這個大盤 開高震盪走高,瘦盤漲140點 比較特別的地方 成交量放大到1144萬 那昨天我跟各位讲过 短线 短线我昨天有没有告诉各位 今天会反弹 我认为今天应该是会反弹 可以反弹也可以不反弹 好不管 重点在成交量 对不对 昨天我跟各位谈到这里 我说如果短线有反弹的话 你要把握机会不要做出方向 坦白说 今天这个反弹的强度 比我预期的还强 好 那比我预期还强 这个大盘是不是就这样子一直上去 我今天从三个角度来跟各位谈 第一个 第一个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 1144亿 这一波这里反弹以来 这一根量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这1144亿 你要怎么去看它 我提供一个角度给你去思考 今天的成交量 有没有可能是低档承接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低档承接的人 拉起来跑货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我这么讲 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10月15号 今年的10月15号在这里 10月15号这一天 这一天成交量放大到多少 放大到1019亿 这一天是大跌 对不对 今天是大涨 这一天是大跌 10月15号 10月15号是这一天 这一天成交量放大到1019亿 我从成交量的角度 我们跟你讲 我说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即将落底的讯号 当时还没落底 对不对 那我们跟你讲说 这是即将落底的讯号 那为什么是即将落底的讯号 因为低档异常量 这一根量叫做异常量 这一根量叫做 低档异常量叫做主力进货量 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进场承接 所以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一定还有一波反弹行情 为什么还有一波反弹行情 因为怎么样 因为有人进场去承接 对不对 再隔天 这个都讲过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修正到下个礼拜 会告一个段落 不需要被关 对不对 修正到下个礼拜 这是不是10月17号 10月17号 我跟各位讲的同一天 修正到下个礼拜 会完成修正 是不是都讲的都完全一样 对不对 这个礼拜一量说 这个叫异常量 这个好现象 这一天 很多人说没量不会涨 量不够 大家最近在讲的都是量 量不够 量不够 没去 是不是 大家都说量 我说量是看关键的时候 我上次跟各位谈成交量的时候是哪时候 是10月15号 12月15号这一天是大跌 这一天大跌 跌几点 8768 8655 8655 这样下几点 8655 这样下几点 下几点 下几点 下几点爆量下跌 我告诉你会再跌吗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说这一根量是好事 为什么这个是好事 因为这个是低档主力进场承接的量 代表什么 代表有主力进场承接 所以还没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你一定还有一波反弹行情 我是不是告诉你还有一波反弹行情 对不对 好 所以说今天这个成交量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这样子讲 在这里接的 在这里接的 这段时间 没有量 没跑 可是时间价位 那个等一下再来谈 好 那今天这个成交量 你必须去思考 好 今天这个成交量1144亿 到收盘是1144亿 如果 如果你是当初我跟你讲的 接在这里的人 接在这里的人 大跌去接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在今天 这个今天放量的时候去跑 有没有可能 这个是大家没有去注意的地方 各位投资朋友 反弹跟回升有什么不一样 反弹是放量 见到高点 结束 我打个比方给你听 9593点是不是跌到9014 然后涨到多少 涨到9532 涨到这个高点之后 一路往下又下去破底 那这中间的过程有没有量 858 830 880 对不对 有没有量 没有量 800多亿 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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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一天 1011亿 到这一天最大量 1156 1156 1156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短线的高点之后 然后就一路往下 为什么 这个叫做短线的反弹 这个叫反弹坡 反弹坡放量 建高之后 结束 那这个是不是反弹坡 放量之后 建高之后结束 往下 是不是 所以说 当初在低点的时候 这个人去接 谁是谁 你不用去管 我跟你讲 这个叫低档的异常量 这个叫高档主力的异常出货量 你只要出量 有人说看量 你今天看到量 你觉得是不是好事 未必是好事 有时候我们要去反向思考 在低档放量的时候 一定有人去接 买跟卖 有人买就有人卖 对不对 那谁接的 还没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这个叫做即将落底的讯号 为什么叫做即将落底的讯号 因为低档出现异常量 有人接一定还有一波反弹行情 那所以说呢 我问各位 如果你是在低档接的 有没有可能今天拉起来跑 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接的时候 在这里接你今天亮出来 你今天拉起来在这里跑 还是在这里接去去买 这是第一个给你去思考的重点 好 那到底是接的 还是拉起来跑的 明后天就知道了 我跟各位讲过了嘛 反弹跟回升有什么不一样 我刚刚有没有教你 我说反弹是放量件到高点之后结束 你拿这一波来做比较就好了嘛 没量没量反弹放量件到高点之后结束 这是不是反弹 那回升呢 回升是量滚量 所以说明天第一个 量能不能持续的往上滚 这是第一个重点 如果没有呢 没有你要把我讲的话听进去哦 你要本来 今天这个拉起来的 有没有可能是在低档接的人 拉起来跑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给你参考 价位 我说我们看一个盘式 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时间 一个叫做价位 时间跟价位 股票也一样 就是时间跟价位 就这两个东西 这个大盘 今天的成交量 如果是像我讲的一样 是拉起来跑的 你要小心 这两天你只要注意一个价位 如果你是看多 如果你看多你认为会上去的 我给你提供一个价位给你参考 大盘 大盘 9105点 你认为会上去的这个点位如果跌破 你就要小心了 9105点如果跌破的话 它会再进入再度怎么样 它会再进入跌市 那这是给你参考的 那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重点 什么样的重点 周线 周线是不是如我预期的收黑 对我来说这个礼拜只有一个重点 不是今天的涨跌 不是短线的涨跌 对我来说叫做时间波 我跟各位讲过嘛 我们看盘 看股票也好 只有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时间 一个叫做价位 对我来说叫做时间 时间波 比如说在低档 我跟你说下个礼拜完成末段修正 有没有完成 有 有就是对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会继续收红 跟你讲买多 会继续收红 会封闭缺口 有没有 有就对了 这个叫做时间波 不是我没不做多 我如果不做多的话 我杨少海低点 为什么我告诉你他会往上涨 我为什么要去做多 而且都是还没涨的时候告诉你 他会往上 不是涨上来才告诉你的 来到这里的时候跟你说会拉回 对不对 在这里 下周预估会进入V波的压回 他有没有压回 这个叫做时间波 我认为他压回他就该压回 我认为他压回之后 还会再上去 他就要上去 而且怎么样 而且整理到什么时候才会上去 这个都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明天 11月17号明天过后才有最后拉台的机会 11月18号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这还没涨喔 这有没有量 还没涨喔 对不对 我跟你说明天 8960站上进入最后一趟的拉台 买多 这当天8839 对不对 11月18号在这里 还没涨 我这里买多这里买多啦 这里啦 这里买多 这11月27号买多 买完之后上去 这整理我们不管他 在这里买多买完之后上去 哪一次这一波反弹会涨我没有做多 哪一次 我不是空投 我认为会涨就做多 我认为会跌就做空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买完多单之后 有没有上去 有没有上去 是不是 最后拉台vs最后倒数 进入涨势的最后倒数 预估的什么 最后拉台 预估的时间坡空间 11月25号 空间满足9150到9250点左右 时间坡预估为下周 对不对 这上礼拜 是不是在前一个礼拜预估多少 9150到9250左右 有没有来 所以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重点 这是上礼拜五的中线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礼拜收黑完成本波反弹 今天礼拜三 明天礼拜四 礼拜五剩下两个交易日 我跟各位解释过 周线收黑的意思在哪里 不管它K棒的颜色 上个礼拜收9187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收在9187以下 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 今天收盘是9175 9187跟9175是不是大概差12点 明天后天 明天后天没有涨超过12点 这个礼拜就是收黑 有涨超过12点 就是收红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礼拜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收黑 如果是的话 没有问题 就是走这一段 就是刚刚这一段 这一段我昨天讲过嘛 这个叫出跌段嘛 这个叫出跌段 这个叫出跌段 既然这台出跌段 这个拉起来都是你的机会 如果没有收黑呢 没有收黑就等下一个时间转折嘛 我再告诉你嘛 所以指数的判断重点 以大盘来说 今天涨停很多啊 今天涨停将近100档啊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我带你买多单的时候 跌停将近100档啊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我跟你讲 我买多的时候跌停是将近100档啊 那个叫做盘面的感觉啊 那个叫做真 那个叫假的啦 你看起来是真的 未必是真的啦 反而是假的啦 所以我刚讲过啊 如果这个大盘 这个量 今天 是在低档拉起来跑的 你要去小心 这个第二位跌破 它会进入跌市 第三个重点 就是像我讲的 是不是像我预期的收黑 所以指数的部分 上礼拜一开始建立空单 礼拜二空单续报 好 礼拜三第一点出来 为什么不补 因为我跟你讲过了 我们看的是大的 不是小的 就好像我们做多赞来 我们也是看大的 我们也不是小的 我也是让会员赚到大的 也不是赚小的 上礼拜四的高点 这个我有做有讲 礼拜五 礼拜一开低补一笔 尾盘空回一笔 昨天没补 对不对 昨天没补 今天也没补 也没加空 空单续报而已 今天的盘是不能加空 今天一看也知道 会开高走高 今天是不能加空的 所以基本上 空单今天没补 但是我有被嘎吗 以做空来说 做多的不要算 如果要把我做多的成本算上去 各位投资朋友 没有 我的空单被嘎到9800 我会员都不会赔钱 但是我不会做那样子做 我说过重点在这个礼拜 会不会转折 礼拜一大跌尾盘空回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用最低的来算 最低的来算 我放空以空的来算 以这礼拜空的来算 我会员的成本都 以大盘来算 都在9220点以上 最小的 所以今天是大历 但是我能够赶到 没有 还在成本内 那为什么不补 我说过了 目标绝对不是9000点 如果9000点 我们昨天就可以随便补 目标在这里 这个八字头 你不要认为是8900 那个八字头就是有一定的幅度 不然为什么要报空单 所以针对盘式的部分 我跟各位讲过了 短线的注意重点 如果看多 该提醒你的 我提醒你的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是同方向的 这个礼拜 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 so hey! 这个就是重点 休息一下 进一夜广告 马上回来 傻的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傻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fucking 傻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乐的威胁 毁了我的家 就没有钱钱换换到我了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得投顾 头痛 请用5分钟 爸爸 平安 開记款 ились 有了 安静 betrayed Walmar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完的时候要抢反弹抢这一段 农历过年前还有这一段可以抢 那时候要抢反弹再来抢 还来得急 没关系 所以呢 我说过了 理论上长期来说 长期来说 所有的股票都一样 不管GO 投机 还是什么股票都一样 最后都会回归原点 都是炒作 炒作后来都是跌回起账点甚至破底 太多了嘛 GR是不是上去之后又下来 很多这种股票是不是 起账点在这里是不是跌回起账点又破底 不管它什么原因嘛 因为不是只有GR这样子跌嘛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跌 电子股也好 生技股也好 都是这样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股票市场的原理 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台积电我跟你说 这个礼拜收回转折嘛 对不对 我讲过啦 台积电 所以你空台积电会不会被尬 你空全职股就好了嘛 对不对 大立官我做了好几趟我也懒得讲了 对不对 空单成本 2910块 你说会不会被尬 对吧 等加码啦 转折出现就加码 没有转折不加码 我讲过这个礼拜收回 反弹结束 大立官 的重点也是一个 就这个礼拜收回 什么叫收回 上个礼拜收2385 这个礼拜收在2385以下 今天收2380 目前是黑了还两个交易日 就是这样子啊 那收回确认结束下去下去下去 最后怎么样 最后就是回归原点啦 最后就是回归原点啦 好 那属于反弹 反弹告一个段落的 对不对 告一个段落的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了 这种就是投行出来的 而且没跌完的一加 为什么去空一加 为什么去空一加 都有原因嘛 掌跌停 在哪里反弹 你找那种投行出来 已经领先反弹结束了 会不会嘎到你 不会 总比去追什么 去找那种跌身 有的跌身反弹完之后再跌 今天跌停板的位权 它没有跌身反弹吗 它也跌身反弹啊 那问题是反弹完之后再跌啊 它没有跌很深吗 它也跌很深啊 问题是你抢的反弹 只要时间点不对 跌身反弹完之后再跌啊 很多股票未来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说过了 如果说 这个大盘 它像我讲的这样子 我问你 你要想什么 不用担心 有钱要买股票 是怎么 今天股票很热 股票很便宜的时候 你没钱买 是在担心这个 不是担心怎么样 有钱买不到股票 你有钱哪一天你要买 你买不到股票啊 你有钱哪一天买不到股票 只要有开市 每天都有股票可以买 怕你买不到 你不用怕买不到 怕你没钱买 为什么没钱买 现场的时间点不对 套牢了 你将来落底的时候 你就没钱买嘛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在上面没卖下面 低涨就没钱买嘛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说类似什么 类似一家这样子的 弹完会往下的股票 我都没有给你传 这个我都没有给你换过 就是这种 这个连弹都不弹 这些都是啦 这种都是弹完之后 后面会下去的 这都是后面会下去的 这头型都出来 后面都会下去 这头型会出来 后面都会下去的 你不用担心会被嘎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趁这个大盘 还没跌的时候 把握机会 千万不要做错方向 有兴趣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事件关系 跟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好 谁说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 MIT 参考 我们可以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肉欲 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饭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顾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